谢谢各位早安 怎么多年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民营企业 它的那个数量的增长是很快很快 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 其实到今年的6月底的时候 我们的民营企业已经超过900万 如果是一些比较大型的 我们根据那个统计局 是一些那个股份有限公司啊 一些partnership啊 这些公司 他们也差不多是500万 所以这些是很很大一个数量 但是不单单是他们的数量增加 只是民营企业现在在中国的经济里边 是当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比如说我们用那个金出口贸易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民营企业 现在占中国的那个整体的出口跟入口 已经占的比重是比较升的比较快的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出口就是那个 占的时候已经在2010年的时候去年 已经占到27个%以上 进口也超过17个%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民营企业不单单是他们生产出口 现在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重 现在如说我们很多都看到内地市场就为一个主要 自己本身是一个市场 不单单是一个生产基地的时候 那个民营企业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 来打开内地市场 因为他们占那个进口 也是很大的一个分量 这个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民营企业500强 它的一个变化 也可以从这个表格那边可以看到 我们民营企业它的规模 他们的那个竞争力是进步的是很厉害的 因为我们那个全国工商联 他们在那个98年开始做那个民营企业500强以来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民营企业它的那个营业额 在过去十多年 它的增长是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要进入这些500强 也是不是容易一件事情 当然要参加500强的比赛的 那个企业的数目是不断增加 但是要进入这个500强的那个范围之内 我们的门槛呢 是也可以看到在过去十年是增加很多 比如说在500强里边 那个消息营业啊最低的 已经有五十个一人民币以上了 所以这个入门的那个门槛是越来越高 也代表着我们的那个民营企业 它的实力是越来越强的 而且他们的那个资产额也是不断不断的那个增加 其他一些可以我们看到那个民营企业发展很快的一些数据 在简里我们可以看到500强的那个民营企业里边 326家他们是积极已经拥有自己的品牌的了 因为比如说我们国内民营企业发展 发展以来也等于在中国整个那个营商环境来讲 因为我们都说因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它的那个成本 它的本身的市场的发展 而且那个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 我们的企业要升值要转型 才可以自己去在一个持续发展的 所以那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那个企业已经发展自己的品牌 而且这些品牌也不单单是在内地的 有一部分已经在打开那个国市市场的 其中我们也看到在那个500强的那个企业当中 154家他们已经有在海外投资的 他们在目前呢 已经有一共有673个那个商务在海外 当中是74个美金 一个美金 那个金额已经在那边是设立到的了 另外就是我们500强的那个企业当中 也有很多是那个上市公司 他们有112家在那个内地上市 另外有28家是在海外上市 当然很多也是在香港上市的 只是这些只是反映那个500强的 其实我们知道在内地 我们的民营企业很多很多都发展很快 其中今天的新光集团 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比如说我们看到 因为内地的那个营商环境不断的那个改善 特别是我们内地政府 也因为看到那个民营企业 现在已经是中国经济发展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 所以呢它要更加的那个鼓励 或者是我们要方便我们的民营企业发展的时候 他们不断地出了一些政策 包括去年的时候国务院出的一个 关于那个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方法 我们叫那个民营企业的36条 里面就更加去开矿 不断那个扩大那个民营企业可以参与投资的范围 包括那个以前可能是民营企业没办法参与一些机缘性的行业 或者是国防工业 或者是从那个发泄细包製机场的这些行业 不同的行业 特别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新光集团 我们刚才跟他谈话的时候 他也跟我说 他们从小商品开始做那个技术出口 开始那个起价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在九个大领域那边 是他们的发展的 包括那个基云的那个投资 那个物业那个管理跟那个房地产投资 只是很多很多的范围 都是因为在内地整个营商环境里边 现在我们的那个民营企业可以参与的范围是越来越大 而且呢要鼓励那个民营企业发展的时候 内地政府也不断的改善 他们在法规其他那个对那个民营企业服务的一些范围 为那个民营企业跟其他那个企业提供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平台 让他们进入这些要有市场来主导的这些行业来发展 来推动来让这些我们很有活力 很有创造那个实力的一些企业可以更好的一个发展 除了这些在政府一个大环境给那个政策的那个方便以外 或者是扶持以外 我们看到中国整体的发展 特别是在十二五那边 我们看到就是比如说中国政府要 把他的那个政治那个精致的结构重新的平衡调整的时候 发展内销是一个很大的部分 我们也知道很多我们的那个以前在内地重新那个生产出口的民营企业 现在很多已经吸力到那个内地的销售这个范围 包括自己做零售做那个批发 或者自己去做那个那个分销啊 或者是投资在零售行业做那个shopping mall 那个商场之类的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那个企业去参与 我们看到那个内地不单单是因为政府希望去大力推动那个个人的消费 可以来帮助那个消费市场扩大 而且我们看到内地节目发展节目多年了 他们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规模的那个中厂消费层 或者是那个高消费的一个消费群 是他们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的民营企业去开拓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海外的公司 他们有兴趣到内地去发展的时候 跟这些企业一起来合作 来那个魁首去开拓这个市场 除了那个内销部分 其实内地因为要那个政策那个那个精进那个结构调整的时候 服务业应该要大力发展 是在十二文里边 那个政府也要说到很多的服务行业 不单单是一些我们说那个producer service 跟一些明星有关的一个consumer service 也会很很快的一个发展 在解放这个领域底下 我们不单单可以看到 我们更多的民营企业会进入一些服务的那个行业 包括那个刚才说的分销以外 比如说医疗教育或者其他我们物流这些 或者是producer service有关的 现在已经很多那个公司做那个IT啊 这些的他们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空间是越来越大的 但是同时候因为我们很多的内地的企业 他们也要自己继续的那个转型升值 他们很多时候也可能需要跟一些海外的服务业来合作 提高他们自己的那个竞争能力 或者他们的那个生产率 或者是他们把自己的品牌包装来推出那个市场的 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二五的时候 在服务业里边也有很大的那个市场发展的空间 最后呢就是我们也谈到在那个十二五 那个政府也在那个十二五里边 因为在那个工业那个结构升值的时候 他们希望那个来推动七个那个比较新的一个 有竞争能力的那个strategic industries 里边包括是新能源啊 那个新材料啊这些 或者是那个环保节能这方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内地已经有很多民营企业已经参与在这些行业里边 比如说在我们刚才谈到的五百强里边 已经有三百八十二家企业 他们已经有投资在那个那个节能 energy efficiency跟那个环保的行业 新材料跟那个新能源 他们已经有协力到 另外也有一百一十六家那个企业 他们也参与到那个IT了 那个生物科技跟那个现金的那个 那个设备这方面的去投资发展 所以在十二五那边 在中国再进一步推动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他们可能要一些在那个 在技术或者是在管理方面 可能也跟那个外国的公司 有一些合作的那个空间 来再进一步提高他们的那个竞争能力 或者是开拓一些新的技术 或者是怎么去一个管理这个新的模式 这些都是一些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些领域 好了 刚才讲了很多关于那个内地企业 那个民营企业 他们发展一些比较那个我们觉得很骄傲的一些 一些数据 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 我们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发展很好 但是当中也有很多那个中小企 可能他们竞争是不是太好的 特别是现在市场已经竞争比较激烈的时候 我们看到特别是现在内地生产成本比较高 竞争激烈 而且那个现在最近呢 那个融资也可能是困难一点的时候 更多那个小型的企业 可能面对的困难是更多一点 而且我们看到一些专家他们也说 在中国的那个民营的中小企业 其实他们的那个年龄不是太长 除了其中一个因素是 那个民营企业发展是比较近 最近二十多年的那个时间的那个历史 但是其实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刚才说的一些困难他们面对 所以他们平均的那个lifespan 到了年龄只有三岁三年左右 是跟美国欧洲这些那个比较历史强的 这些企业是明显是比较低的 而且呢我们很多民营企业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只是做那个生产出口的 虽然部分好像周总一样 他们是很有那个创造 很管理能力比较强的 但是部分他们在做内销市场的时候 可能因为中国本身市场 不是一个单一市场 我们都知道 每一个省每一个区 他们都有不同的那个特色 或者那个经济实力不同 消费的税求也不同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民营企业 可能他们在他们的地区那边 做得比较好 但是要再扩大做全国的时候 可能面对的困难就比较多一点 但是我们也知道 中国的那个商人是 他们是比较那个 very enterprising 他们很希望做好 他们自己的生意的 所以呢 其实他们也很积极 在这个现在我们讲一个转型升职过程当中 或者是他们要持续发展 为他们第二代 那个再发展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非常的那个乐意 去跟一些海外的那个 朋友 包括去找一些技术 找一些新的产品 或者一些管理的人才来帮他们再提升一把的 而且呢 我们也知道因为在那个内地市场节目 竞争节目激烈的时候 一个企业他们可以成功 当然他们有自己个人 过人基础的 比如说他们一些很好的产品 是跟其他的不一样 Differentiation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而且他们的那个营商的那个模式 Business Model 是一个很好的时候 他们成功的制约比较高 所以呢 比如说在内地 我刚才说 它不是一个单一市场 很多外国的朋友到内地的时候 可能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所以呢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民营的企业 他们对内地的营商环境 是比较熟识的 而且是他们一个比较灵活 他们有内地可以掌握一些机缘的时候 或者是卖人脉的时候 他们是个很好的伙伴 而且这个Strategic Partnership 我们做这个伙伴 也不单单是刚才说怎样 因为我刚才说了 很多我们的民营企业 他们要在发展 要以升职的时候 可能他们需要一些新的那个技术 新的一个管理的那个理念 或者是一些新的那个基建来源 这些都是一些 我们觉得是未来 我们内地企业 他们要说走出去的时候 跟外国一些品牌 一些企业 或者是技术 有合作 构建的一些 很好的基础 而且其实我们说走出去 也不一定是我们的企业走出去 可能是你们跑到内地去 结果 其实走出去的背后的那个概念 或者最后的那个原因 就是我们的企业 是有一个国际化的 那个经营的那个能力 有一个国际品牌 所以呢 这些那个合作是可以从多方面来来来进行的 而且我刚才已经说 内地现在那个成本是开始越来越高的了 又维持我们的产品的竞争能力 或是我们的经营的那个竞争能力的时候 如何提高我们的那个生产能力 是我们引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在这方面 当然不单单是技术 我们的管理也是可以帮他们提高那个生产力的 所以我今天剪的是 剪不多一个大 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大的一个方向 因为我知道那个周总 他有更多更实质的一些经验来跟我们分享 在内地那个做那个企业的时候 是有些考虑 或者是他们胜也过人那个胜出忧性的地方 就在那里 谢谢大家